所谓不时不食 清明不知的前后 这些艾草就特别新鲜 艾草除了是一个好吃材之外 也有一个药用价值 如果大家对艾草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回我们的造材 里面有一个艾草片 就有详细的介绍了 今天我就预备了一些新鲜的艾草 准备来做一个艾草果 新鲜的艾草要处理了才可以用 这里我就预备了一锅热水和一个冻水 首先就说这些艾草就要先洗了 洗干净之后 如果我们拿回来的艾草 是比较多这些长的款 我们就需要把这些叶量量 刚才我说到青年节前的艾草 是比较鲜暖的 所以在这一节我们可以保留它 这个款就不要了 尽量就是要一些比较暖的位置 这里比较硬身一点 我就去除了它 好了处理好的叶之后 这里就准备了一锅热水 因为艾草本身是一个苦劫味 我们需要透过煮的过程 将它的劫味排除了出来 另外我这里预备了一茶匙的小梳打 小梳打在这里有两个作用 一就是说 撒的过程可以保持叶比较绿色 第二就是说令到叶可以快点软 这段时间的叶比较暖 所以我们下的梳打第一不要太多 第二撒的时间不要太长 小梳打我就会加到水里 好了水一滚就可以将这些叶加进去 在煮的过程另外就要预备一锅冻的水 方便一会煮好这个艾草的时候 用来过冷河的 好了水滚开了 可以将它一次过加进去 因为加了小梳打的话 煮得太久就会煤烂的 这里就要注意了 以这个为例煮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好了煮好了之后 第一时间要捞上来就要过冷河了 好了过完冷河之后就可以捞上来 这样涂手拿干就可以了 好了处理好之后 我就会用保鲜袋进去 可以放进冰箱 保持的时间很长的可以保持到整年 就算不是清零节 我们也有一些新鲜的艾草可以用 这个就是一个储存的方法 至于我今天会立即用到的时候 我就会准备用一个搅拌机来打碎它 好了将这个刚刚煮好的艾草 放进这个杯子里 这里预备了200的水 一份艾草就两份水 我这里大概是100克的艾草 那就200克的水差不多了 除非搅不动 否则的话就不需要加太多的水 可以的 可以的了 即是十几秒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搅拌机用刀来刮的话 可以煮到它5至10分钟 等它再软身一点 刮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了 打好的漿倒出来 就随时可以用了 这个艾草浆鱼皮了之后 就可以正式做这个艾草果 这个艾草果分开两部分 我就会先做皮后做馅 至于皮主要是两种材料 这个是糯米粉 另外这个是一个凳面 凳面在这里的作用 是令到这个糯米的粘性减低一点 吃起来会柔软一点 和它耐溜一点 凳面是需要处理的 凳面需要做一个烫面的动作 先将凳面倒到这个大碗里 另外这边就煮滚了的水 一定要大滚水的做烫面 好 一边搅一边倒 接着可以将这个糖都加进去 其实搅匀了 好像现在这样 随着它慢慢冷却之后 它就会稠很多 再搅一搅等它冷却一点 就可以将糯米粉都加进去 这个糯米粉 然后将这个芽草的浆都加进去 留一点 避免它太湿 接着将油都加进去 粟米油 米糠油都没什么所谓的 没什么味道的油就可以了 但不要看它现在这么干 就拼命加水 因为一会搅匀了之后 它就会湿软了 因为粉还没吸到水 好了 成了团之后 我就会倒出来在桌面搅拌 就可以容易搅到它滑了 开始的时候会有点干 是正常的 到搅匀了干粉之后 看看有没有必要将这些 剩下来的浆都加进去 好了 面团搅好之后 尝试冻起它 它不会下跌得太厉害 就证明它不会太过湿了 另外就是说 怎么知道它会不会太干呢 随手抹一块 在手掌里搓 搓完它 看看它多不多裂缝 如果裂缝多的话 或者水分不够 这粒是可以的 好了 接着就把它放在一边 记得盖上湿毛巾 让它的面团不会风干 现在就可以预备馅的部分了 好了 这个艾草果 我就预备做一个咸的馅 主要的材料就是 咸蛋黄配肉松 咸蛋黄我会用新鲜的 我先用水来洗它 这次咸蛋黄我用烤炉来烤 我会用180度大概烤8-9分钟 烤到它完全熟 就会有少少标油的状态 好了 咸蛋黄烤好之后 趁热压碎它 为什么用烤炉不用蒸的方法呢 因为烤炉可以令到咸蛋黄的水分 可以揮发一点 蒸的话就会太湿了 用烤的方法会香一点 趁热压碎它 好了 接着把糖加进去 好了 接着就把咸蛋黄 加进肉松那里 好了 我这里就用了台湾的肉松 我觉得台湾的肉松比较湿润 和口感丰富一点 好了 把肉松和咸蛋黄拆均匀 用手就会方便一点 好了 拆均匀之后 就可以将沙律酱和芝麻加进去 沙律酱多少除个人喜欢 多一点就会濕一点的 我自己比较喜欢干身一点 我用量大概是3汤匙左右 我现在加芝麻 刚刚加的就是熟芝麻 熟芝麻我喜欢自己炒的 可以买一些生的芝麻 用白锅炒几分钟就可以了 好了 馅混合好之后 就可以包这个艾草果了 好了 馅和皮都预备好之后 就可以正式包这个艾草果了 我预先把皮已经分开了一块 这个份量大概可以做到16个多一点 平均每个皮大概是50克多一点 至于馅我就会遮皮的 譬如这里我做到16个的话 那我就总量的馅除16 大概以我们的份量可以拿到18克左右的馅 另外这里预备了一碗油 好了 拿一份皮 稍微搓一搓软它 好了 搓软再搓完 然后手指甲拿一点油 普通食油就可以了 按下中间 一边压下去一边转 转开它 转到很像一个杯形 或者碗形也可以 好了 约摸这样大 接着就可以放一些馅料 这个馅大概用18克左右 然後用虎口位圈著麵團的外圍 一邊圈一邊向內壓 左手的手指公把餡料壓下去 來到這裡,然後鎖緊它 仍然用虎口位 如果太多的皮可以拔走它 如果不是的話,也可以稍微把它壓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用一點油 整個上一層薄薄的油 然後就可以放進蒸籠裡 蒸籠我預備了一些種葉 種葉洗了它,剪了一塊塊 這個艾草已經有油在這裡 所以那個葉就不需要沒油 好了,包好了就可以立刻蒸了 我就會用一個中火 大概蒸它10分鐘 大概去到8分鐘的時候 可以開一開蓋 看看它有沒有變形有沒有炭 其實開蓋的目的是 將它裡面的蒸氣放一放出來 不會過熱的時候讓它變形 好了,艾草果就蒸好了 放涼就可以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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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很軟熟 另外,這個艾草果如果想保持久一點 在室溫的情況之下 可以像我這個方法一樣 用保鮮紙逐個逐個包好它 包的過程,盡量把裡面的空氣迫出來 然後鎖緊它 在這個狀態之下 在室溫可以擠到兩至三天 仍然可以保持這個皮的柔軟度 這個新鮮的艾草 可能對於某些人來說 很困難找到 基本上在這段時間 在一些濕街市 即傳統的街市 或者買一些草藥的地方 可以看到它 如果看到的時候 可以買一大堆 好像我剛才的處理手法 長時間都可以用 另外一個選擇就是 如果真的沒辦法找到這個艾草 而又想做這個艾草果的話 可以去一些日式的超市 買這包艾草粉 至於容量 可以看回我們的文字版食譜 我就會寫出來的了 好了,這個艾草果蒸好了之後 記得攤凍才好吃 攤的過程記得封好它 否則表面有層硬皮 就不好吃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艾草果